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他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会对法运的判决提出了质疑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弹弓打飞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金九教授 曲老师 作为一个刑事法律专家 如果我问您一个有点像游戏性质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答案 假设一个人拿弹弓打飞机 有可能构成犯罪吗 你要说在底下飞机在15000米的高空飞行 你得打弹弓 打也白打 不可能是犯罪 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就说了一句话 说他的行为几乎就等同于是弹弓打飞机的行为 那么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这个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弹弓打飞机一样的男子 名叫刘媛媛 今年刚刚23岁 老家在湖北是来杭州打工的 他因为用折叠小剪刀 撬了银行的自动贵源机 被警察抓获了 当时有一个男子就这样 双手扶着这一件机 成这么样的形状 那么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进来 人家的了解情况 警方见到的这个男子 正是刘媛媛 刘媛媛告诉警方 他当时拿了一张银行卡 在贵源机上试着取钱 因为钱取不出来 所以自己才一直在贵源机前琢磨 当时卡里面有几百块钱 通过了个密码一查 如果是为零 我不相信 不相信我就多输了几片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银行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会报警呢 警方和银行的经理 立即赶往银行的监控中心 调取监控录像 他从他的那个旅行包里面 拿出了一个 当时因为是监控 可能比较小 看不出来 后来事后发现 是那个折叠式的小剪刀 在撬这些锁孔 和这些取插口都在撬动 后来他又有关掉电源 摇这个ATM机这种动作 直到警方出现 刘元元才停了下来 最后警方在刘元元的包里 找到了他撬动自动贵源机时 使用的一把小型的折叠剪刀 面对这些证据 刘元元终于公认了 他企图撬到贵源机的事实 想在出关机 你看能不能用卡 透支机把开简的那个想法 然后就输了密码 落实几次 但是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之后 就用手拔了一下 出键口那个地方 然后用小剪刀 敲了一下那个小出关机 刘元元说 他当时只是希望 银行的机器出错 能让他取出几百元钱 凑足回家的路费 案件算是水落石出了 面对监控录像等证据 刘元元共认不讳 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审理后认为 刘元元犯盗窃罪成立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 一审判处刘元元 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5万元 刑法第264条 关于盗窃罪的 第一项的规定是 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特别巨大的 是判处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因为刘元元有未遂情节 因为他是犯罪未得逞 所以犯罪未遂的话 是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的 所以我们就在 无期徒刑以下 确定了一个量刑的 面对法院的判决 刘元元认为 自己很是委屈 等于就是用弹弓 打飞机 或者是在金库门口 想搞金库里面的钱 但是只在金库外面 用鞭炮照了一下 但是客观上 只是那个念头很 念头很坏 对于自助银行 ATMG的性质 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就是说它也是金融机构 刑法264条 对于盗窃金融机构 是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 因为它这种犯罪的 社会危害性特别大 跟盗窃银行 或者抢银行一样 会是我们严厉 打击和追究的对象 法院认定刘元元的行为是 盗窃国家金融机构罪 这里面的国家金融机构 怎么理解 什么算是国家的金融机构 在我们国家 盗窃罪来讲 这个刑法 对盗窃罪规定 两个特殊情况 一个就是说盗窃金融机构 另外就是盗窃文物 金融机构盗窃文物 最终可以 就是法定刑 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里面的金融机构 主要指的是什么 银行 当然 一想金融的最大 最大的就是银行 主要就是银行 证券公司 证监公司 保险公司 期货公司 包括到最小的 最一般的像典当行 柜员机一定是金融机构 别说是柜员机 就是移动当中的银行的 运钞车车 它也是金融机构 因为我也针对这个问题 问过一些朋友 说拿刀 能不能把柜员机打开 基本上专业人士告诉我 都打开 不可能 所以我就想 我们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我拿根筷子 牙签 我跟这捅 如果说有了这样的行为 然后也被定性为 社会危害巨大 就可能有些过于严重了 不会的 因为那种方法 就完全等于没意义 就算你在那 手抱着柜员机 你就摸 你就在那 你甚至压牙 我要啃 法律部就关于你的 原因很简单 你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 完全是不可能 但反过来讲 你在那里撬 尽管你用的工具有点小 你在不断撬 撬了不行还摇 摇了不行拔电 反复的这么折腾 一般工具说 你想撬开它 你有撬的行为 就是目的 很容易变 行为 也已经开始随之跟上 并且还有行为的反复性 对 只不过这个柜员机 恰好 它是打不开的 在一万个柜员机 可能也打不开的 但是再多了 也许有的柜员机 可能 那么有可能出现故障 所以还是有可能实现 面对着11年的 这样的一个判决 刘元元还是提出来了异议 并且上诉 那么刘元元的这些异议 主要会针对什么呢 刘元元认为自己委屈 还不仅仅是因为 她作案用的那把 小小的折叠剪刀 她对法院认定 她构成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特别巨大 也持有异议 当时的想法是 想搞几百块钱 做点漏费的想法 刘元元说 她家在湖北 家里都是务农的 她只身跑到杭州打工 就是为了能混出个名堂来 之前好不容易在杭州 找到了一家工厂工作 但因为厂里不公吃公住 她觉得这份工作不可靠 就辞了工 决定另谋生路 从工厂辞工出来 天越来越黑 走在路上的刘元元 也是越来越灰心 我从我老家出来的时候 身上还有几百块钱 这一跑出来 身上一分钱都抛光了 没脸见人 因为手里没几个钱了 也就没有地方住 看到前面有一家自住银行 虽然明知道自己卡里 已经没有钱了 但是走投无路的 刘元元元还是想去碰碰运气 刘元元元说 她只是想拿到几百块钱 想回家 但是她却并不知道 两台贵元机里有多少钱 而且随后她也根本没有拿到一分钱 银行方面没有任何经济损失 那么有关方面又是如何认定 刘元元元盗窃金额的呢 这个刘元元呢 是对这个两台ATN机的 总共有三十万八千块的 这个现金进行了盗窃 那么我们是认为 它是构成了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巨大 特别巨大 是应该判处无期处刑 以及到甚至是死刑的 那么建议它是未遂 所以我们是认定的 它可以从轻或者依法减轻出发 刘元元和律师认为 刘元元并没有主官上 占有两台贵元机内 三十余万元的主官故意 而且刘元元最终并没有盗窃得逞 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这一点也可以从银行方面得到证实 第二天早上清点之后 两台ATN机大约有三十万左右 后来事后发现 也确实表明没有发现主机 只是在ATN机上面 出现了这种被撬过的痕迹 另外就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所以刘元元认为 不应该获得如此重的处罚 而法院方面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因为这个盗窃是一个 轻裁性的犯罪 怎么来确定这个 犯罪数额的问题 这个一直以来就是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事务界 都是以这个 你这个犯罪人实施的这个 直接针对的这个盗窃对象 事发时 里面留存的这个金额情况 来确定他这个犯罪金额 法院认为 刘元元已经构成了 主观故意破坏盗窃金融机构 而且这种行为已经发生 只是在警方及时赶到的情况下 才得以制止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已经开始实行这个犯罪了 只是因为这个意志以外的原因 而没有得逞 他不想发生这个原因 他自己想继续进行到底的 关于刘元元盗窃未遂的金额 法院认定是按照贵员机里面的总数 而这个贵员机里面的总数是30万8千元 是按照这个金额来定的 那么您觉得这个金额的认定 有没有道理呢 那么对于贵员机 对于金融机构 对于一些单位里头 那个存放现金的保险柜 他的基本属性 公众会认为他是存放巨额现金的 被告人也认识这样 实际上里头 不管他真正的有多少 都要以盗窃 巨大财产的未遂来处理 就说即便这个贵员机是空的 在性质上也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除了这几个意义之外 刘元元的律师又有新的问题提出 而她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她说刘元元不是一个正常人 刘元元的智商有问题 刘元元的律师提出 刘元元本身的智商有问题 只有常人的65% 应该不具备完全责任能力 这一点可以从她 在自动贵员机前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来 刘元元的律师认为 从录像中可以看出 刘元元最初并没有盗窃 银行贵员机的预谋 只是临时出现的念头 否则她肯定会弄一个好用的工具 来撬贵员机 而用一把小小的折叠剪刀 来撬贵员机 只有智商有问题的人才会想到 但法院则认为 公诉机关提交的相关部门 对刘元元进行的精神鉴定 足以说明 刘元元 具备完全责任能力 经理结果表明就是 事发时 就是案发时 这个被告人 刘元元有辨认能力和 认知能力 就应当负完全行事责任 在司法机关对刘元元做的 鉴定报告中 我们看到 刘元元虽然没有精神疾病 但智商确实只有正常人的 百分之六十五 只说你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或者是无行为能力人 才对你的负行事责任有影响 智商高下不是我们法律上 就是量刑上考虑的一个情节 以及这个案发以后的这个认知毁罪表现 所以我们在十年到无期徒刑 这个党事上里面给他判了十一年 相对就要轻的这样远行处罚 在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智商问题 我们以前谈论法律问题的时候 没有谈论过智商的事 智商的问题比较复杂 每个不同的心理学家 研究的方法 测定方法不完全一致 给出来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 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在刑法当中 在精神病学当中 他基本上不是说以智商的多少 来判定这个人有责任能力 没有责任能力 他主要还是以一种医学的标准 他是不是精神病 第二个一个心理的标准 心理标准 看他这个精神病 是否造成了 他这种辨认能力 和认识能力的降低 而不是看他智商高低 所以这样一来 对刘炎来讲 因为他确实智商偏低 但是他依然是 具有完全的心理智耳能力 他精神是正常的 他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 不过这些年我们也发现 针对ATM过原机的犯罪行为 越来越多 而且引起媒体关注的事件 也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简单来回顾一下 和今天的这个案子 先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2007年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小伙子 马某 久后在桂园机上取钱 因为嫌桂园机出钱速度慢 一时生气 就抬起脚踹向了自动桂园机 造成桂园机表面损坏 直接损失达一万七千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马某构成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执行 那确老师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案例 然后使劲的踢那个ATM机 造成了一万多块的实际损失 结果判得很轻 而我们今天这个案子里面 刘元人 他抠了半天 也没抠开 他判了11年 到底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首先当我们去比较的14号 是这样我们把整个全国 作为一个统一的司法区域来比较 这个就会有差异 因为他犯罪性质不一样 踢桂园机 砸桂园机 把桂园机砸坏了 损坏了桂园机 在法律上定乘 他就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 我们这刘元元 他回元机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有点刮伤 有点微不足道的损害 结果判了11年 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 他的法律上对他评价 受败乏性要远远的低于 盗窃罪 我们法律上来讲 像盗窃金融机构 无计处行死刑 但是毁坏财务罪 最重就是7年 但在这个案件当中 他依然是一个很严重 法律上首先说 你这种盗窃金融机构 大的定性在这了 无计处于一个死刑 那么你选择 怎样去重新处罚的时候 那么法官的这种 自由财量权就比较大了 比如说如果我是法官 我有可能会在 3年到10年之间来 那么最重反处 当然医生反处 你说判断太重了 那被告人一定是可以上诉的 是 据我们了解 本来已经上诉的刘元月 现在撤诉了 她认了这11年的有机徒刑 并且她表示 在服刑期间 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多次提到了ATM柜元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 柜元机的数量越来越多 真的也确实有一些人 在经常不断的打着柜元机的主意 而一系列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案件 给了所有这些人 一个很重要的警示 虽然ATM机是一个在街边站的机器 但是它是国家金融机构的 有效的组成部分 因此对于ATM机打的任何主意 都可能涉及到刑事法律当中的 重罪都有可能会面对严厉的法律系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区老蔡先生讨论 明天同时时间 接受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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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